2013年9月21日晚,英皇经纪人霍文西替谢霆锋发表声明,回应并谴责近日各大媒体对于谢霆锋的各种事实报道以下为声明全文。 谢霆锋先生之严正声明,本行为谢霆锋先生的代表律师,并受谢先生委托就近日个别杂志及自称知情者针对谢先生及其家庭事务之不实报道做出以下严正声明。 该等不实报道,除了会影响谢先生跟其家人甚至其前妻之间的安宁关系,亦影响到一对小孩。 谢先生对此等影响到小孩的报道表示遗憾、谴责。 谢先生再次澄清,谢先生与其前妻之离婚协议内容条款,包括子女抚养安排、所有资产及金钱调配,香港法院已经明确勒令保密。 谢先生可以澄清的是,他跟前妻一直有共识,并由始至今,皆合情合理合法的最大能力,去照顾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任何自称知情人士,予以虚构资料假借媒体挑拨谢先生跟其家人甚至前妻之间的关系,透过媒体胡论猜测。 除了对谢先生家人造成自扰,亦有冒犯香港法院所颁法令之余。 谢先生在此,保留其法律追究权力之外,亦诚心劝解各界传媒,切勿在座此等事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